走出建立站比試考場 考生心情輕鬆一些 能通過第一關 不只事前準備得做足 還得先通過危險感知影片 我覺得這次是蠻好的 因為有影片 然後之後再跟你講題目 從6月開始 報告機車駕照 不再指示首讀考古題 練習路考就OK 根據公路局統計 機車騎士容易因為 沒有留意道路上的危險狀況丧命 從6月5號開始 比試將納入危險感知影片考題 從原本10題的情境題 改成5題危險感知題 希望考生能透過情境模擬 找出潛藏危機 哪個方面他會跟你講 比如說錯誤或者是打對 他都會跟你講 這個時間點 你應該要做什麼方法 統計顯示 112年全台交通事故 至此件數多達3023件 其中機車就超過1800件 佔總事故案件6成 每年考照合格率不斷攀升 但事故發生卻沒有減少 因此公路局針對機車考照 增加筆試難度 考生必須現在危險感知平台 觀看影片 答題超過標準 才能上網登記參加筆試 以往的考試都是一個靜態的題目 那這次特別把在道路上面 實際上面的一個狀況的動態的影片 也錄題 這是一個最大的差異 那這動態影片的錄題 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考生 對於我們馬路上面一些風險的意識 公路局希望提升騎士的危險感知能力 同時建立安全駕駛防禦觀念 才能降低走通事故的發生率 發生人家 陵方鎮 新北採訪報道 好 現在呢 希望能夠提升所謂的防禦觀念 讓所有的危險防患於未然 6月開始考機車駕照比試 就增加危險感知提醒 那問題是 是像以往一樣 河濱公園繞一繞 其實就可以去考試了呢 還是一定要到所謂的駕訓班 事實上現在呢 確實政府單位有補助 但大家對於前往駕訓班 來學習相關的知能 好像有一點疑慮 接下來我們的記者呢 就來到駕訓班告訴大家 透過教練詳細的解說道路觀念之外 最重要的是 調整正確的騎車姿勢 還有哪些配報呢 我們的報導 戴好安全帽穿好防護用具 為了考到機車駕照 他們選擇來到駕訓班 事情就是以朋友來比較的話 他們沒有一個明確的指標性 同學分享 因為不枉自主訓練 差點摔車的殘痛經驗 選擇駕訓班 在教練手把手的教學下 不但安全也有系統性 像可能圓椎這件事情 就沒辦法做到非常便利性 還是訓練性 可能有比較有規劃一點的 台灣領召率相比 鄰近國家日本 越南都還要容易 滿街都能看到機車爬爬燥 不過領到駕照和安全駕駛 似乎還有一大段距離 交通部技術補助 透過駕訓班的教學 不只能讓交通觀念更完善 是增加一個道路訓練的一個科目 那這個道路訓練科目裡面 就會增加一些 場訓的部分會增加一些高速的科目 比如上是緊急剎車啊 等等這些在馬路上 實務上會運用到的一些技術 騎車小白遇到緊急狀況 該如何正確剎車 照例也會告訴你 就是先後煞 帶前煞 是 比較前輪 比較在前面的時候 比較會 車子會咬不住的時候 容易滑倒 看似簡單動作 但道路上不確定 因素白白中 教練帶你從基本練習 想考到機車駕照 有人選擇來駕訓班上課 除了教練會帶給你 重要的騎車觀念之外呢 就會帶你來 像這樣子的練習場 先以原地 化圈 轉圈的方式 除了能讓自己了解 控制身體的力道之外 如何操控油門 才能確保騎車安全 簡單繞著三角錐 反复練習 卻能幫助新手 教練分享 再多技巧指導 都比不上訓練好自己的平衡感 以及籠頭控制來得重要 全台交通事故 尤其機車發生率逐年攀升 交通部為了降低事故率 修正法規 也擬嚴謹制度 積極推廣機車駕訓 全台機車駕訓班 從2019年不到30間 2023年已經累計到90家 參加人數也提升到3萬多人 政策宣導加上補助計劃 多管齊下 讓新手駕駛學得安全 也能減少三保上路 提升道路的安全性 大新聞主要聽方針 台北採訪報導 民生大方式 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 八大民生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多文化 但當時